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許可 我們過去在跑政策的時候 常常聽到什麼黑龍洗兜啦 什麼把這個公家的錢 變到自己私人口袋 我一直都覺得 我無法想像那樣的狀況 結果現在竟然這一幕一幕的 都在柯文哲競選 總部在這個所謂的 政治先進報的這個帳簿裡面 我都看到什麼叫做福報 什麼叫做虛報 什麼樣都把公家的錢 放到自己的口袋 找不到我們看到 現在柯文哲競選 總部現在跑出了一堆公司 包括募可公司 時間公司 求證民調 生動創意 還有將域設計 有的做裝潢的 有的做發包的 有的做民調的 有的做影片設計 所以我們看到 宇軒 這個恐怖在哪裡 過去我們常常講灌水 你想灌水灌個10% 20% 50% 我都覺得不得了 你灌水灌一倍 我覺得那已經是天才了 結果我看裡面的數字 一灌 灌到10倍 保齡哥 我們講 美國曾經有一個非常偉大的魔術師 叫做大魏考伯菲 他幹嘛 他可以把自由女神變不見 但台灣現在也出現 非常我代的魔術師 你知道叫誰嗎 誰 就柯文哲 柯文哲 因為他可以把1000萬 999萬 2365萬 全部加入起來 他可以把一億元變不見 哭 憑空 不知道怎麼灌著灌著 就把這些錢給花光光了 金錢消失法 而且我跟你講 這裡面更是各懷鬼胎 各顯神通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講嗎 木可公司 這個叫做李文娟 這是柯文哲系統的 但與此同時 還有一個時間公司 人家說什麼 陳志漢系統的 而且還有誰 尼奧跟十二 就說叫做三友友 黃珊三系統 換言之 這個議員我們講 不是所有人 不是一個人造成的 是大家這邊挖那邊 挖你挖我挖 最後怎麼樣 把這議員莫名其妙 灌著灌著 就全部給掏出來了 大家都有份 對 所以我們首先講 第一間公司 叫做什麼 叫做求真趨勢民調 各位你看看 這個求真民調 哼不讓當 總共9份民調 收了1000萬 你知道這個荒唐在哪裡嗎 其中只有一筆是正常的 這一筆16萬 跟各位報告 這是一般民調的行情價 為什麼民調會有這個行情價 你知道嗎 因為民調要幹嘛 打電話 要設計問卷 設計樣本 而且打電話 你以為隨隨便便嗎 不是喔 要有1000個人以上 所以換言之 這個是非常辛苦 勞力的一個工作 他成本費大概就是16萬元 做了一份 做一份民調 對 所以你看 離譜在哪裡 他這邊有什麼 128萬 192萬 甚至最離譜的是 一份民調做到280萬元 保利各位請問一下這合理嗎 總共也才9份民調 為什麼 第一個他沒有辦法解釋說 價差之間差在哪裡 你同樣做民調 有的16萬 有的280萬 難不成是買個希望 難不成是柯文哲 民調越高 價格就越高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 因為理論上來講 你這個東西價格要全部統一 而且要照業界的行情價 就是大概15萬到20萬 所以光這份民調 大家看到 你一個民調公司 就可以灌水灌到這個地步 最後花多少錢 990萬元 請問一下你這不是浪費這些小草 500500捐給你的錢嗎 而且他不看你都是做民調 民調照點來講 你打的電話數是差不了多少的 你會有一個標準的數字 結果你的價差可以到了128萬 192萬 96萬 56萬 72萬 30萬 16萬 280萬 保利我跟你講 如果業界真的有人說 我民調一份280萬 有誰來做 我跟你講排隊了 排到我們講的 我們講台北車站去了 不可能 剛剛我們吳東講 他在整個總統大選的期間裡面 他做了100多份的民調 100多份的民調 竟然 總加的價錢 比他做9份的民調還要低 因為我跟你講 民調這個東西 他不是所謂的廣告行銷 他不是所謂的 有這種虛的價值在裡面 他就是規規矩矩的 科學研究研究方法 就像收視率 就像民調 你買的價格 都是有一個公定價 所以換言之 而且最離譜的是什麼 結果做完之後大家發現一件事情 不對啊 你買了最貴的民調 結果求證民調的準確率是什麼 倒數第二名對不對 而且第一名 我們講倒數第一名的 根本連資料都沒提供 所以這個講都不用講 換言之 求證是什麼 你用最貴的價格 買了最爛的民調 結果呢 還洗漆漆的跟小草報告說 阿伯義無反顧 拼一次 我絕對會當選總統 所以 這麼貴的 是最不準的 保德哥你知道 最離譜的還不是那個 民調我們講的 它是虛的東西 但它連實的東西都能變魔術 實的東西都可以給你弄 我們要來看完說 哎呀 科文哲說 我們競選總部啊 有300多瓶食品啊 美輪美幻的啊 當然我們的裝潢費 要1600萬對不對 保德哥我來 我來一一破解 首先 你看到這個地板 你知道這個地板是什麼嗎 這叫PVC地板 它是塑膠做的 塑膠鋪上去 你知道這個一瓶要多少錢嗎 1200塊 再來它的天花板 他說我們是毛胚屋嘛 天花板呢 我們也要重新做啊 好 我跟你講 這個天花板你知道叫什麼嗎 青鋼架 你知道青鋼架一瓶多少錢嗎 1200塊 所以我把你這兩個最主要的東西 先加總起來 我算你貴一點好不好 3000塊可不可以 300多瓶食品 你知道裝潢起來要多少錢嗎 多少錢 打死100萬 哦 好我們先解決這個部分 也就是剛剛講的 今天大家也就開始質疑說 你怎麼會找了 降域設計負責新裝的競選總部 你的裝潢費 大概花了1150萬 大概就多少 大概是1200萬 這1200萬 當然講說你怎麼那麼貴 當然江玉也講了 我朋友我不是那個80瓶哦 你流上的加起來會有300瓶哦 那如果我這樣整個加總下來 我一瓶的價格大概抓到3萬塊左右 一瓶裝潢費3萬塊來講很合理啊 可是不對哦 一瓶3萬塊的裝潢費 那是你的住家的裝潢費 你的住家的裝潢費 那個是一個永久的設施 包括你要做系統貴 你要做床頭貴 你要做很多很多東西 剛剛講的 這個都是臨時設施 這個都是到時間到了就要拆掉 這個東西都是最便宜最簡單的 剛剛你的天花板 你有人家裡的天花板做成這樣子嗎 沒有啊 這個最便宜的啊 結果呢 這個所有你用最便宜的東西來做的東西 結果你給我報了最貴的價格 保安哥你來行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其實一般房子你在裝潢 比如說你要洗壓給 你要配水電 你要幹嘛的 甚至裝潢的美論沒換 因為那個東西喔 3萬塊各位就算是很好 一瓶3萬塊算很好 一瓶10萬塊你知道那叫什麼嗎 豪宅等級 但柯文哲你如果說這個東西 你真的裝潢像家裡 我沒話說 但是你望遠看過去 保安哥你知道這是什麼規格的嗎 這個叫做展覽規格 換言之 就是一個月兩個月圍期的展覽 我展覽完的我就拆掉了 拆了 這種最陽春最爛的 來我舉例給你聽嘛 他是不是比如說這邊 掛了柯文哲的看板 這邊有看板對不對 保安哥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這叫Partition Partition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是直接用那種塑膠板 直接貼在牆壁上 非常便宜 一塊沒有多少錢 再來他有些是用那種 叫做我們講Trust Trust是什麼 各位你有沒有看過演唱會 有那種音架 鋼架 他就是架在上面 那個是什麼用租的 連買的不是用買的 包括你看他總部裡面 是不是有電視牆對不對 跟各位講都是用租的 所以我請專業的人幫我試算過 專門做裝潢的 不好意思 他這個競選總部 就算是300坪 擺了這些我們講的 這個都是可拆卸式的 盒子啊 我們講的箱子啊 桌子啊 櫃子啊 打死200萬 打死200萬 絕對不可能是叫到1100萬 所以萬一之我們連設計 所以說你真的認真的去看 他的競選總部 那種臨時性的設施 如果整個裝潢下來 200萬打死 可是他花了多少錢 花了1200萬 所以保證裡面有灌稅 因為他們現在還在胡說八道說 哎呀不是啊 因為我們這個300坪 對 我剛剛就是按照300坪 把你每一項每一項 算進去 而且保證哥你知道 剛剛我們聊到的 整個裝潢裡面最貴的是什麼嗎 其實是電視牆 電視牆租用最貴 因為電視牆 他那個可能150吋或者是200吋 他那是用租的嘛 也不是用買的 所以如果說 你是本來就有拿到那邊的話 那我就完全不懂了 因為就算加上那個電視牆 給你多了200萬 300萬的租金 你打死也500萬 你也不會到1100萬啊 所以錢到底哪裡來的 而且各位 裝潢都有所謂的報價單 如果你認為外界質疑有問題 你應該幹嘛 報價單拿出來 你現在把報價單單出來 把一項一項 水電配路多少多少 各位都要清清楚楚了 如果沒有我就懷疑 你的裝潢是用水灌出來的 而且他女兒提到說 我的設計費多少錢 設計費是172萬 那今天大家 就問那個僵域公司 僵域公司沒有啊 我僵本求利 而且我按照供應價格 我沒有任何的投機喔 我就在做這個錢 好 我就算不去算你的裝潢錢 你說總有一個172萬的設計費喔 那設計人員呢 你不是要有設計人員到了現場 他說我只看過一次 我只看過一次 我只看過一次到現場一次 然後剛剛那樣的一個裝潢 你要收172萬 把那個通常空裝潢設計費喔 是說他必須考量他的工法喔 包括他的木工 包括他的大理石要怎麼鋪 包括他的電視牆怎麼擺 他的空間動自流向 你看看到那個東西像嗎 不是耶 我是跟你講那個 講白話文好不好 我不用講那麼複雜 就買一堆板子掛一掛 貼一貼 然後地板貼一貼 然後就裝了沒事了 天花板有啦 額外再裝了 青鋼架 就這樣結束了 就沒有了 其他東西都是額外移進來的 所以這種東西 你說到底要設計什麼 到底為什麼要花100多萬 我跟你講很簡單 就是把帳面 數據 數字 全部拿出來嘛 包括我們講的 你柯文哲連影片都出了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 最有爭議是什麼 有一家公司 我講 這家公司喔 臉書粉絲團只有十幾個讚 然後再來呢 這家公司沒有實體地點 這家公司連員工有幾個都不知道 他就是一個空殼紙上公司 但我跟你講 他可以在我們講 轉名改名之後 賺1000萬 你覺得你相信嗎 不好意思 就真的這發生了 你說這一家公司 他的這個設 我們去查了 他設的地點 總共有92家公司 然後他這個公司的 這個總金 也不是他們家自己的 那一個非常奇怪的公司 橫空出市 就可以包到柯文哲 競選總部的這個 KP國事會議 KP國事會議裡面 我們上次也講了 你開了14集 再加一集的宣傳費 廣告 總共要價居然1000萬 算起來 一集大概要70幾萬 80幾萬 聽你一下 沒有這種價錢的 瓜哥我們大家都是媒體人出身 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行情是什麼 來我舉一個最貴的例子 比如說 你在棚內 棚內是不是要租棚 要燈光師 要收音師 包括我們講的 要請導演來 甚至幫你寫腳本 寫規劃 打到緊繃 你知道那個一集 做下來大概多少錢 多少錢 大概就我們講的10萬塊 15萬塊就很貴了 結果柯文哲呢 總共拍了幾集 14集加一集 就算起來 一集要價71.5萬 各位這還有一個貓膩喔 你不要以為這個71.5萬 是最終數字 因為柯文哲在裡面呢 好幾部影片都穿著相同的衣服 所以你代表你知道 這代表什麼嗎 同一天錄的 所以他真正錄的時間 可能就5天 或者是說6天 所以他攝影棚也好 或者是拍這種影片好 他是按天來記 換言之 就是我今天一次把你把這些主題拍完 可能一個小時處理完畢之後 請問一下 所以換言之 他進去攝影棚一次 出來一次 還不是出外景 還沒有人力物力車力要出去外面 就一集要價可能超過100萬元喔 這才最可怕的地方喔 因為他是分段10分鐘的影片 收你71.5萬 而且你知道嗎 最後面他發現兩集的流量多少 只剩幾萬人看 那我跟你講 我張雨萱坐在家裡直播 我都有7、8、9萬人 總共流量了 所以那拜託一下 那你柯文哲請找我來 我來幫你接這個案件好不好 而且我們查了 這家公司只有一個商標 而且這個商標 這個地址居然有93家公司 對你仔細看喔 各位 通常會設在93家公司的地方 我跟你講這個很清楚 就是他借隔的地方掛名而已 因為正常公司他會幹嘛嗎 你知道他會去 我們講的 自己有自己的經營地點 或者他就有自己的辦公室 他當然會設在自己這邊 但只有沒有辦公室 只有沒有經營地點 他大概只是單純 創一間公司 他可能想結帳或幹嘛之後 他會把它投遞到 這種有非常多家的 那你知道這種非常多家的 這種地址同時登記 在同一個地方是幹嘛嗎 就是紙上公司啊 就是我們講的空殼公司啊 他是專門這個地址 就給人家掛名用的 而且你仔細看這個地點嘛 這個看起來像是 有肉多多的感覺嗎 有拼肉肉的感覺嗎 有攝影棚嗎 看起來有攝影棚嗎 我各位會講絕對沒有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這個同仁 也是住這附近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們講 從頭到尾這家公司 就是空殼公司 所以他花錢也花太兇了吧 再來我們講最離譜的是這邊 來你看喔 柯文哲他總共花多少錢 在所謂的穿搭衣服上 你不講喔 我看完這個金額之後 我都還以為說 你民眾黨是走出去 巴黎走這麼時商伸展台嗎 第一 他光是跟神采買衣服 買了911萬725元 買衣服買了900萬 對 我跟你講 他說民眾黨人很多嘛 我們眾志成城啊 大家人手 到底有一件柯P衣服 好 那我可以接受 但更怪是怪在哪裡 那為什麼還要再跟木可 採買251萬6,475元 這說不通啊 因為你怎麼這邊跟 我們講的神采買完你的團體服 那這邊呢 又再跟木可 採購他的商業服 因為唯一我看過 柯文哲他們的人穿木可的衣服 你知道什麼時候嗎 就是出來替木可打廣告 7點半上半 各位來我戴這個帽子很好看 趕快來蕭草一無反覆騙一次 要騙大家錢的時候嘛 不用那個時候穿啊 那除此之外 你們大部分穿的理論上來講 而且就算買衣服 我不知道啊 你們說黨員是有什麼 成千上萬嗎 就算有十萬個黨員 一件個也要我們講九百塊 還是你們一個人 每天大家都不洗衣服 穿了就丟 穿了就丟 不然怎麼樣有辦法 光訂衣服就訂到一千多萬 這個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剛才講 這個時間公司橫空出世 就包了這個所謂的影音攝影 影音攝影做了15集 居然可以拿了一千萬 這個價格 我口水都快流下來 你下次可以找我 我也可以做 我也可以拍 就剛才講的 這個公司居然是橫空出世 而且你說 它的地址有貓膩 對沒錯 實際上我們去查了 這個時間公司的這家地址 這家地址就在 這棟樓的這個七樓 但是你仔細看 這棟樓的七樓裡面來說 它同地址裡面 有非常多的這個公司 很多公司在這裡面 好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我們要成立公司來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登記地址 但是登記地址 不能夠是住宅 而且你要專門 這個你公司行好所使用的 你那些所謂水電的 那些所謂申請 都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一般來說 你要成立那種短期公司 或是你要成立那種 所謂境外公司 不要讓人家查了公司 你就會去登 請這個會計師 或是請記帳司機幫你處理 所以處理來說 就會登記一個公司 在這樣的地址裡面 那之前不是有人說 打電話去是個會計師嗎 那很正常 那就是標準的作業流程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主要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家公司 沒有要長遠存在 也就是說 它可能幾個月之後 就要消失了 消失結束之後你就查不到 也就是說我現在這筆帳進來 我成立這個公司 原本是軍語公司 換成是這家公司之後 做了這個帳進來 做了這個帳進來之後 可能一年之後 這個公司就註銷 就沒有了 沒有之後呢 算會查不到 帳目來說 沒有 它所有的合約 可能你要查都很難查 沒有了之後就沒有了 好 那我就今年 難怪 為什麼要專門找這種小公司 對 橫空出市的公司 我就懂了 對好那查完之後呢 因為這種公司來說 快其實都給它做到什麼 損益兩平了 根本就不會繳任何的稅 所以簡單來說 我就把那些錢 就掏進來了 掏進來就進了這個 時間公司這裡面 那至於時間公司 再留到哪裡去來說 你很難查 對 因為它沒有實體的讓你查 它只有 你要查 可以 我就只有一張發票 對 一張發票 那怎樣 就只有這些發票 那後面呢 沒有就是這樣 而且我公司也收了 對 所以它後面 資金 資金有到哪裡去 你就很難查 它就變成是一個斷點 所以它找這些公司 很多時候就是 反正沒多久就沒了 目可公司也是一樣 我把目可公司清算之後 這就是個斷點 斷點到之後的東西 完全都你都查不到 所以我才說 它其實呢 我覺得涉及這樣 這麼多 這種所謂小公司 橫空出市 然後就不見了 這種都是非常可疑 就是人家過去的 作帳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這樣的手法 所以董事長 難怪說說 檢調單位 現在動作這麼快 檢調單位 也要跟這些公司賽跑 不然的話 我只要慢慢拍 這些公司一收掉 我真的就查不到了嗎 不會啦 這個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們現在 我現在檢調單位 昨天台北市市調處 已經找到了 聽說戴小姐聯絡上 大概約談要碰面 她一定是 我相信那個 所以戴力林小姐 已經公開講 請大家不要再來談 她是商友 她不承認這個事情 她馬上就麻煩了 她要去台北市道 市調處報到 因為報到的結果 會什麼結果不一定的 你知道吧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公司 一千萬包了一百萬的東西 所以賺了八九百萬 差價八九百萬 就是掏空洗錢嘛 那這個老闆是誰 我當然知道了 就代季權嘛 代季權跟我是好朋友 我認識他很多年啊 我告訴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柯文哲絕對不會照顧代季權 代季權是柯文哲封殺的人物 已經出局了 那為什麼代季權 能夠拿到這個聲音 為什麼 因為中間有關鍵人嘛 中間人是關鍵 這中間人是誰是關鍵人 就剛剛我們議員提到 昨天他們在記者會的時候 談到這個 這一筆一千萬的時候 對 時間的時候 黃三三就叫 找誰去回答問題啊 知道哪一個啊 知道我們陳志漢 陳志漢小姐回答 他裡面每一個案子 都有類神通外鬼 他每一個工程發包 每一個物件的處理 他都有類神通外鬼 那類神通外鬼的時候 那柯文哲呢 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因為他算大的嘛 可是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那裡面有兩股主要勢力 就是陳志涵 每天黏著柯文哲 他們也搞一點 他們夫妻兩個搞一點 一個月薪水都很高了 然後黃三三也搞一點 所以黃三三就有這個什麼 你要食樂 我問你很簡單嘛 你相信一個公司 你要食樂 你開家 你開兩家公司 莫名其妙被人家登記成 這個在總統大選裡面 你賣錢沒拿到 錢一毛沒拿到 名字寫在裡面變逃漏稅 你被人逃漏稅啊對不對 你這莫名其妙 你的900多萬 然後你不繳稅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 那誰敢這樣搞你啊 這一定是自己人嘛 一定是自己人嘛 你說不是一家人 不害自己人 他們一定很鐵的關係嘛 那這個東西就是 然後呢 你說這個木口公司是誰的地盤 木口公司就是李文忠的地盤嘛 那李文忠看起來是 他現在賺了四千萬嘛 幫他賺四千萬 理應把這四千萬 應該要給柯文哲上繳的 對 現在因為現在東窗事發 現在風神鶴禮捐出來了 他要捐成公益嘛 對不對 這就是小偷被逮了 然後說我這個錢 我不是偷了 我捐成公益 然後這種小偷嘛 所以李文 李文 李文娟跟李文忠 都是這個 柯文哲的白手套 都是專做小偷 偷他裡面 競選總部跟黨部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分析層 有三塊勢力 在裡面一起A嘛 對不對 那所以柯文哲也知道啊 你們A你們 可是我也要一半 所以李文忠代表他 那李文忠昨天被 移送中平會 要異處嘛 對 那異處要等於開除他黨籍 李文忠開除黨籍有個屁用 他根本不怕 他從中國大陸回來的 他拿錢就走人了嘛 李文忠現在麻煩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哪裡 李文忠如果跟調查局 跟承認說這個4千萬 是柯文哲交代我做的 柯文哲完了 那就被柯文哲手使 叫他的白手套 去A民眾黨的錢 可是他不是好朋友 不會把他扛下來嗎 他扛下來要做五年牢 然後你要不要做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可是我都要把錢捐了 我現在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我現在這筆錢要捐給社會 那個是你現在的行為 可是你中間的犯罪的那一段 跟你捐錢這段無關 他犯罪哪一段你知道嗎 他成立一個公司 把民眾黨的錢A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 把你進種的錢A進來 這兩個A錢的動作叫做什麼 叫做背信對不對 可是那背信也是柯文哲背信 所以 黃衣港官給我的 所以啊 好 黃衣港 可是柯文哲是民眾黨黨主席 這是公共利益 這是公家的錢 你把公家的錢放到你的私人的口袋 這是剛剛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賢正剛剛講的 有很多人這樣子幹 那很多人這樣幹 問題是這個事情不是你的錢 是小草的錢 所以這個都要背信 背信同時還有商業會計法 兩個案成立 我跟你講最少 我跟你講這個球刑很重 大概五年左右 你認為李文中會去幫柯文哲 不會嗎 當然不會 所以他只要一件事情 所以李文中為什麼昨天 你說李文中有個大麻煩 第一個 你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第二個 你要是競選總部的 這個所謂的財務的財務長 如果你不是財務長 你把這個錢轉給了 木可公司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財務長 又把這個錢用授權費 轉給了木可公司 你就是 兩個事情就成立了 所以我剛剛講的 商業會計法跟背信跟侵占 偽造文書通通成立 所以五年是他的機會 都三年以下徒刑了 但都會判到滿 我用判到滿 那判到滿他只有一個方法 他在第一時間 就跑去跟調查局講說 不是挖台 兇手不是我 然後不是挖台 男不是挖台 是柯文就幹的 他第一時間 說為什麼昨天檢察長 那麼緊張 昨天下命令就辦 然後昨天就要約這個戴小姐 陳佩奇 如果他們早跟 早跟我們 早跟我們瑞德雄請教 當總顧問 給個五百萬的話 我跟你講保證這個數字 兩百萬就可以了 兩百萬 我講錯了 兩百萬就可以了 兩百萬就可以了 所以柯媽媽 你看你們兒子話說 我現在講的問題就是說 他這一套東西 他老婆進去了 他高中同學進去了 他本人進去了 然後他兒子在日本讀書 也變成被告 就是柯文哲 IQ157 創了中華民國歷史的新高 他還有一種錢 大家還沒找到的 還有什麼錢 因為有一堆人 就我講 像我朋友給他是現金 一千萬帶回家 那我請問你 所以他老婆講一句話 我們家的錢是我管的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 拿了黑袋子進來 然後空手出去 當然沒有 因為那個人是他老公 他老公拿袋子進來 為什麼要拿黑袋子出去 他就回家睡覺了 然後另外 現在因為已經風聲鶴唳 我相信 他錢都藏好了 他錢本來藏他家的 現在不敢藏他家了 錢應該藏在外面的地方 他誰都不相信 所以這個事情就檢調 要去調查一下 我聽說柯文哲 對高科技很內行 所以他對比特幣很懂 比特幣也是個方向 請台北資料處 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幣的關係 好 蘇萍 昨天就有一個記者會 你說你觀察到一個 非常有趣的現象 問到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人來回答 是啊 剛剛大家講的說 這柯文哲的競選經費裡面 有一筆爛 一堆爛帳 而且給的東西 都是給到非常 讓人家不合情理 不合情的價格 你也選舉過 你也做民調過 你也競選過 裝潢過總部 有這種價錢的嗎 是啊 你知道我們 我們裝潢總部很多 都是用輸出而已 用什麼珍珠板輸出貼上去啦 或者是帆布輸出貼一貼啦 為什麼 三個月 五個月 那個地方就要還給人家的 怎麼可能去用高檔的裝潢嘛 所以一千多萬的裝潢費 然後兩百 將近兩百萬的設計費 這絕對都不是合情合理的價錢 那民調這件事情又更奇怪了嘛 哪有民調價錢差價這麼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自己沒做過民調啦 不過我有一次要去做的時候 因為我不是民調的這個 常客 所以我臨時要去找民調公司 幫我做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因為你不是常客 人家開比較多的啦 多少錢你知道嗎 30萬 如果我不是常客 開的價錢是30萬的話 為什麼柯文哲會有200多萬 然後做10次要900萬的 這個民調費 我覺得柯文哲號稱 省展要跟大家講清楚嘛 那所以剛剛大家講的是說 這些爛帳裡面 是不是都有人在做分配 某一個人負責什麼 然後分配多少的金額 所以就由他負責嘛 昨天柯文哲的這個 澄清記者會裡面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有個記者同時問到 尼奧KP秀 跟所謂的時間公司 1000萬這件事情 然後呢這個主持人 吳一軒就說 好 謝謝你的提問 我們就請我們的總幹事黃珊珊來回答 結果黃珊珊瞬間就不回答 一直看著吳一軒跟他比 那個 比 比 比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說什麼 尼奧這件事情我來回答 時間這個事情要由陳志涵回答 所以他比的 吳一軒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啊 吳一軒馬上接下來話講 就是說好 尼奧這件事情 就由黃珊珊總幹事來回答 然後時間這一間公司的問題 就由副總幹事陳志涵來回答嘛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柯文哲的進總不是一體的 黃珊珊是競選總幹事 不管是給時間的錢 給尼奧的錢 給時樂的錢 甚至給裝潢的費 你都要一清二楚才知道啊 怎麼會你自己完全不清楚 而且在爆出來這個 尼奧跟時樂的帳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怎麼講 他第一時間講說 這是低級的錯誤 非常嚴重的錯誤 我要求民眾黨黨部出來講清楚 你有聽清楚嗎 民眾黨黨部耶 這筆帳是什麼帳 這筆帳是柯文哲競選總部的帳 誰該負責 總幹事要負責 出了大皮肉之後 黃珊珊居然要進總來講清楚耶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一個超不負責任的總幹事嘛 要不是超不負責任要不然就是這裡面 有很多不可回答的地方嘛 另外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 我觀察到的事情啦 這個戴麗玲呢 因為尼奧跟時樂被亂暴葬 所以非常生氣 就聲明說啊 不要再叫我的這個三姊妹了啦 我不是三姊妹 你在講的話我要告你啦 結果昨天黃珊珊開記者會的時候 怎麼講 人家問到她跟尼奧跟時樂的關係 她說沒有呢 我跟她是好朋友喔 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 是 可是戴麗玲說 不是 我不是三姊妹 然後黃珊珊說 她是我的好朋友 這所以這到底裡面有什麼樣的 這個有趣的這個貓膩 我覺得值得大家再去觀察啦 好 對 輝珊 大家沒有想過說 現在政治人物比商人還會賺錢 沒有想到灌水可以灌成這樣子 而且你跟她講 真的大家都有分工的 是 可是我整件事情 我現在仔細看 我覺得柯文哲一定得罪很多人 你看這些公司的名稱 木可就柯嘛 尼奧死了 你要死了嘛 然後還給你時間有限公司 誰開公司名稱會叫時間有限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我不知道說他們到底是要來幫柯文哲 還是因為 柯文哲你要死了 時間有限 對啊 太奇怪了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覺得誰會開公司會開時間有限啊 所以我覺得一整個很懸 會不會告 我怎麼被告他寫的 名字上面就有啊 我都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你要發現一個狀況是 現在大家都要跳船了 有沒有發現誰跳船 尼奧跟時樂第一個跳船嘛 他就說我沒有收到 也不能說跳船 人家就說他就真的沒有收到嘛 他要跳船 可是黃三燦也沒有讓他跳 沒有 他是我好朋友 對 就是態度有點奇怪 再來誰跳船 麗鼎也跳了嘛 那你說力鼎跳了 連時間 時間他所登記的是那個 利安達公司 利安達公司他後面的那個 等下打去 利安達公司說沒有 我只是作帳 我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大家旁邊這一些 全部都切得很乾淨 那到底為什麼 我覺得是某一種程度上 他們也知道這水很深 那為什麼水很深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光是授權費這件事情 明明誰去註冊 誰去申請 Keep Promise的商標權 柯文哲 就你柯文哲啊 而且是柯文哲本人 而且你柯文哲本人 如果說你一心為了民眾黨 你認為民眾黨跟我柯文哲中間 沒有任何距離 我柯文哲就是以民眾黨的黨主席 為職制 那你就把Keep Promise的這個商標權 都給民眾黨不就好了嗎 所有廠商幹嘛 你要什麼授權費 通常是不授授權費 可是你要的話 你也是給你民眾嘛 結果他沒有 他弄了一個木可公司 私人公司 然後給他 然後所有錢 連你民眾黨 都要給他授權費 所以這就讓我想到了 我以前在跑財經的時候 我常常就問一些 我就想說不對 為什麼這些幾家公司 比如說你開了一家 有一個醫院 為什麼去弄這個醫療器材 你的醫院採購醫療器材 這幾家公司後面的 好像都是黃清國氣 他說不然 我說不對啊 那你可以比價什麼 他說肥水不弱外輪田 要賺自己賺啊 開開公司的賺自己的啊 後來我講說 有這一招喔 他說有啊 有的集團很大 很多每一個 有的是那種什麼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你要採購一些食品 採購一些用品 採購一些商品 每一個買油的 是一條線 採購日常用品是一條線 什麼是一條線 每一條線都有不同人的地盤 所以現在回來看 有道理啊 有沒有 鋼鐵要了 那個時間的問題 誰要回答 陳志涵回答 你要食物的問題 誰回答 黃珊珊回答 所以換句話說 每一個人下面都有自己的這條線 只是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 他們下面的這些所謂的承包商 是真的 就變成是很單純的 是收錢而已 還是就是收錢辦事而已 還是某一種程度 他們也有涉入這一池 非常深的水當中 對的 你先去講 現在北檢這麼 王聚立這麼快的動作 就是要趕時間 這趕時間絕對不會拖下來 你說現在真的很多東西 都已經到檢調手上了 對 沒有錯 那麼剛剛董事長講說 是下午的時候 那麼檢調單位動作 其實是中午的時候就開始了 中午的時候就開始 動作非常快 那麼在這裡要鼓勵一下 如果檢調單位辦 每個重大案件 都像這樣的 你一個精神的話該有多好 不過我覺得 那麼好像有些人 想把事情鬧得更大一點 比如說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剛剛委託的律師幹嘛 他要告那麼立頂跟相關的 這個叫Sky的製程式錢 這個木可公司的總經理 他要告他們 為什麼 因為說他們在電視上說 或者是透過媒體說 這個立頂是說他們有1300萬沒有拿到錢 還付債 對不起還付等等這些事情 另外一位Sky說他們不是他的這個錢總經理 否則拿得出健保勞保等等他要告他們 我會建議這個律師 那你要先把律師費先拿到手 為什麼 因為木可公司馬上要清算要結束 沒有這家公司了 你不要跟木可公司接這個case 你要跟他 木可公司的負責人 不管是李文忠還是李文忠 那直接先把律師費拿到再去告 為什麼 以免到時候木可直接結束清算了嘛 那木可的錢很奇怪 木可的錢從這個等於說 柯文哲這個競選總部這邊賺到的錢 現在說要清算以後要捐出去 捐給誰啊 因為柯文哲跟你講 柯文哲以前都罵台灣政治人物都有基金會 想柯文哲就沒有一間所謂的基金會 他有兩間 所以是不是把錢要捐給柯文哲的基金會 大家等著瞧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各位知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陳佩奇會突然間講這些話 因為陳佩奇現在面臨到一個大麻煩 陳佩奇呢 我問大家嘛 你們相不相信陳佩奇 用他兒子 也就是陳佩奇口中那個別人的名義呢 來成立一家公司 是為了要開咖啡店 誰相信 我問你誰相信 開咖啡店你等到時候 你已經不是公務人員的 9月27號退休以後 再來開咖啡店不就好了嗎 我絕對不相信 因為你的這個營業項目裡面申請了 包括有民調 民調就是那個董事長美麗島電子報的 這個最大的這個心理等級痛 因為他做了一百多都還不如人家做了不到十四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他連民調都有 就是沒有經營咖啡店 所以呢 我問你 他真的成立用他兒子的做人頭 虛設行號來成立這家公司 真的只是為了要開咖啡店嗎 當然不是 至少我不相信啊 那他幹嘛 他要幹嘛 他顯然要取而代之 最可能就是取而代之 木可公關公司嘛 他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呢 事實上這些錢可以告訴大家 還有在這裡特別跟大家講 就是柯文哲不是對錢斤斤計較嗎 你沒有發現很奇怪 他們不是號稱是週休二日搞到現在 弄那麼久的工 弄那麼久了 已經弄那麼久了 還找出什麼十幾比 十七比什麼一千八百多萬 最後發現是端木正這個會計師 自己啊亂搞自己調節這樣子嘛 你知道嗎 柯文哲的解釋跟他的團隊解釋說 因為第一次選總統沒有這個經驗 請問一下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 有沒有選過台北市長 有選過 你知不知道嗎 柯文哲2014年不要講那個MG149 柯文哲2014年選台北市長各位 不相信你現在上網去打 馬上把2014年所有的支出跟收入 明細清清楚楚 告報告各位 清楚到什麼樣的階段 連十塊錢的會會上面都有 當時2014年 也就是十年前柯文哲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連十塊都清清楚楚 垃圾桶礦捲水什麼西蘭骨頭 全部都寫在上面 所有的每一個餐費 買過多少便當 買了幾支筆 清清楚楚 十年前的柯文哲 他每一筆錢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不怕你看 請問到現在為止 他有把這些所有錢 上網給大家看 所有的單據 公佈在網路上 以招公信嗎 完全沒有 請問到新闢市場 集團 最新闔市場